动员布置 到整个交付完成的话 是整个花了 是接近40个小时 40个小时之内 就完成了这个450张 449张床位 我们前后的 头预的管理人员 和作业的工作 一共是每天 每天人是达到500人 两个场馆里面 都实现了WiFi的全覆盖 我们还充分地考虑到 这个病患的它的洗漱 我们调集了这个集装箱 在里面就每个集装箱里面 安装了有10套洗漱设备 然后尽可能的 包括里面我们有热水器 还有空调 另外我们在后勤保障上面 我们是全程提供盒饭 就是我们送餐 包括我们的安全保卫 我们有专门的服务能源 这个目前都已经全部到位 我们对所有 这个病患使用过的污水 包括这个洗漱的污水 我们都是进行了集中的收集 我们专门采用了 这种零食的这种 那个污水处理池 然后通过三级处理以后 然后把它集中收集 达标排放 我们一共做了50个移动厕所 那么这个厕所里面 所有的这个粪便 然后我们都是经过 消杀以后 我们采用吸污车 然后吸污车 再经过专门的处理以后 最后也是达标排放 王阳介绍 两个场馆的方舱医院 将于2月7日上午移交后 投入使用 还有个啊 还有是 重度患者我们不收 生活不能治理的 我们也不收 走路走不了了 生活不能治理的 这不是医院 这只能够隔离点 除了事没有任何人对付责 我们也当不起做的责任 这只能够隔离点啊 跟大家说强调过很多遍 这不是医院 你难道就只能在里面安心心的进隔离 而且不能出来 老我如果说老 如果说我妈妈要打这么多晚点 那也解释不了 因为我们这没有任何一些救助设备 所以你这点 你这要考试清楚 要吃完 只能为家属 给里面的护士医生联系 这不是医院的 这不是我们接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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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不知道我这个点 会明白不 大叔就说我们这里面 我对你讲 你没有说这个打 这里面没有 医务人员是有刀了 当时他一些设备都没有 是吧 那些重新的设备 会纠正 他处得买 对 你这些是一般的 一般的 最主要 最主要一点就是说 这里你进来就不要再出来了 避免进去 你先交代杆 加入也是一样的 不要进来 他就这么个 可能点 如果说接受不了 你们这边就可以回家自己进去 可以 这是怕那个 怕感染的 姐妹们早上好 昨天晚上12点 然后我转到这个地方来 什么叫什么方正方态 还是什么 部队所谓部队的那个医院 里面又没有厕所 又没有药池 又没有开水 上厕所还要在外面200多米以外 外面下走大雨 这奶子弯进了医院好了 这这还高拐了 全都是这种病人 这互相感染还下了一些 又没药吃 又没蒸大 全都是这样子的能 有的甚至比我还重一点 到处都湿着的 又没隔离 就这一个板子 而且那边都是人 这都是的 就这么统夫 又没隔离 又没厕所 开水还要走到那个地方去打 救救我 向社会上反应一下 姐妹们 都没有隔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